我專注法律顧問的意見 專門過去很多關於條例和有關議會上的運作 都很中立給了他的意見 但是今天這個決定 我覺得可能在很多議員心目之中 法律的觀點未必是最重要的 我只覺得明顯是一個政治的成份 還有這個政治的成份 你看到最近連串的政府的行為 甚至是一些所謂愛國團體的行為 都是對爭取民主、爭取公義 是加強這個打壓 甚至這些打壓是用各種卑鄙 甚至是非法和暴力的手段的 前兩天在這個賽街 有一個因為悼念昨天 因為悼念李旺陽 而被四個人圍打 這些就是聲稱愛國力量的暴政 這些警方坐視不理 那些學生被指少少違規 就當這個重犯對待 那些學生對著中央領導人 想叫他口號就被這個監禁 雖然在後樓梯 都是監禁 對我來說非法禁錮 所以這個民建聯出手 要幫這個港共政權打壓任何的政治抗爭行為 我是無限歡迎的 所以這個長大小姐提出這個議案 亦都預料會做的 我上個禮拜都在這個議事堂講 夠膽就放馬過來 是吧 我們被這個痴奪這個議員的職責 我們一定會再次啟動這個公投 最好就是民建聯和我一起選 我歡迎民建聯和我一起選 看看市民的態度是怎樣 看看香港市民的憤怒到哪裡 現在是一個全面抗爭的時候 是要打倒這個港共政權 透過這個補選 就是要打倒和抗議這個港共政權的非法手段 和這些無恥無良的手段 所以現在這個社會主席 已經是到一個非理性的年代 是吧 就是你看 你看這個 這些權貴 星期六就去賣旗 是吧 用各種的隱形團體去欺騙市民的金錢 是吧 最後就是個個都 是吧 賣一個商場賣一個舖位又賺幾千萬 跟著另一個的新權貴 賣一個的單位又賺幾百萬 這些全部就是新的政治權貴 撈油水 全部都做了富貴 勞工代表都住半山了 主席 是吧 所以我呼籲香港市民 看清楚這個醜陋的議會